什么叫生活中的两会 有钱人的两会叫 董事会和招商会 有名人的两会叫 发布会和记者会 普通人的两会叫 约会和聚会 无能者的两会叫 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奋斗之人的两会叫 必须会和一定得会 而退休人的两会叫 会休息会吃和玩乐 记住最智慧的一段话 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 但归根结底属于那些身体好的 活得久的 今天有一个朋友去买菜 问老板螃蟹怎么卖 老板说158块一斤 朋友说太贵了不要 老板手指旁边 那个螃蟹刚死 18块钱一斤 朋友问 咋死的 老板挑了朋友一眼 贤贵没人买 自己气死的 哈哈 看吧 一生气就不值钱了 所以活着就要开开心心的 爱惜身体 照顾好自己 活出生命的精彩 活出生活的质量 活出健康的体魄 这才是硬道理 上班 上班和退休有什么区别呢 上班能挣钱才有饭吃 退休能吃饭就能挣钱 所以各位退休的老朋友 好好活着 活着就是赚的 心幸福 日子才轻松 人自在 一生才值得 想的太多 容易烦恼 在乎太多 容易困扰 追求太多 容易累到 好好珍惜身边的人 因为没有下辈子的相识 好好感受生活的乐 因为转瞬就击世 好好体会生命的每一天 因为只有今生 没有来世 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 谢给家人 老师 同学 同事 战友 好朋友 好兄弟 好姐妹 以及爱我的 和我爱的人 柔惠 免费视频群社区 右上角点击搜索 再点击公众号 输入柔惠 关注柔惠后进内部群